另外再来看到新北市政府参考国库券的做法 最快在下个月首开先例发行市库券 希望能够弥补财政缺口 新北市长朱立伦强调并没有选战考量 将近四百万人口的新北市升格后 受到财政受制划分法迟迟未修正的影响 同桌分配款每年短少大约一百六十五亿元 再加上分配不合理的契燃税 新北市政府每年大约有两百亿元的经费缺口 新北市长朱立伦宣布 最快下个月将发行一百亿元的市户券 创下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首例 如果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财务的方式 也可以让民众创造一个新的投资的机会 那一样的我们政府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 来获得一些财务的调度 朱立伦强调这跟财务缺口无关 而是创新的财务调度操作方式 透过市库券引进民间资金投入公共建设 让民众有新的投资机会 对有民进党立委抨击市府发行市库券 有选战考量 朱立伦严正否认 不过对手游秦坤质疑朱立伦无形市政市政绩效差 不知道把钱花到哪里去 还把责任推给新北市12位立委 新北市政府参考国库券模式发行市库券成为全国首例 会不会带动其他县市政府跟进 备受关注 记者联系朋友组新北市报道